护士都有很多种水平 香港来说有两个水平 但其他地方它的水平是怎样呢? 在院校读书的年期 训练的内容 或者有没有实习的地方 都是很参差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机制引入 我们欢迎 但质素如何衡量和评估 我猜他们是不是合乎资格 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措施 不单止让他们过来做 做了一个年期之后 暂时我听到的就是一年 就会给他们一个全面的注册 他拿了这个注册 去哪里做都可以 视乎入境处会不会批签证给他 但如果是短短一年时间 我们还没知道他的水平是怎样 本地院校培训的注册护士 都起码有四五年的时间 包括了一些在医院里面实习的时间 当地来到在香港工作 这一年的那些护士 众多位的护士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培训呢? 我自己也有去其中一间院校的狐狸学院去教书 每年去一次或者两次 他们都是用英文教授的 而在香港的医疗环境 英文也是一个主导 因为我们讲讲病历 一些医疗的医疗 可能是国内的护士 他们对于英文的培训是怎样呢? 他们会不会看得懂 香港的一些 英文的医疗记录呢? 这个我们都是关注的 我自己都觉得是要统一游 就是护士的管理局 因为这样才一致 那也是令到我们病人 尤其是现在讲第一步 我们走出这一步 去修改法例的时候 我们先要在质素上 保持到 你才会说服到大家 哦,是的 原来修改了这个法例 又保持到质素 又可以加到人手的 那我们市民才会安心 我正在看症的时候 有人帮我在拆伤口 好像刚才说 拆伤口打针的 我不会质疑 咦,这位究竟 那位是否认识 或者他是否合乎质素 因为大家都是一致的 不论在本地 毕业的学生 海外回来的护士 都是由统一一个法定机构 去定义他的质素 那这个就是大家都安心